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前边的学生和后边的学生这两部分合起来 所以用8加5来计算 说得对 那么8加5等于几呢? 你想怎么计算? 借助你手边的学句想办法试一试吧 好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算的 我把小棒来算8加5 从5根中拿出2根给8根 8根和2根合在一起就是10根 10个1捆在一起就是1个10 5根里拿走了2根 还剩3根 10加上3就等于13 所以8加5等于13 同学们 你听明白了吗? 为什么把5分成2和3 而不是1和4呢? 对了 把5分成2和3 是为了8和2凑成10 你们真会思考 借助上节课我们学习的凑10法 一下子就计算出了8加5的得数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算的 我把原片来算8加5 从8个中拿出5个给5 5和5合在一起就是10 10加上3等于13 所以8加5等于13 同学们 你听明白了吗? 它是怎么做的? 没错 它把8分成了3和5 5加5等于10 10再加3等于13 真好 我们来看这两种计算方法 观察 它们有什么相同点 又有什么不同点呢? 都是凑10法 不同的是一个把8凑成10分5 一个把5凑成10分8 说得对 两种方法都是计算更加方便 所以两种方法都可以 除了凑10法 我们听还有不同的方法 我把8加5看成10加5 10加5等于15 因为多看了2 所以15减2等于13 8加5等于13 除了凑10法 我们还可以把8加几 看成10加几 再把多看的2减去 这种方法也很好 我还想到 我会计算9加5 9加5等于14 8比9小1 8加5的得数 就应该比9加5的得数小1 14减1等于13 所以8加5等于13 看来计算8加5的得数 除了凑10法 还可以借助8加5 和以前我们学习过的 10加5和9加5的联系 推想出8加5的得数 同学们 现在你会计算8加几了吗 我们来看这两道题 请你运用刚刚我们学过的方法 任选一种 自己算一算吧 算好了吗 我们看一看同学们是怎么算的 8加4等于几 我是这样算的 把4分成2和2 8加2等于10 10加2等于12 所以8加4等于12 相信同学们能用不同的方法 计算这些算式 现在把你的方法 出声说一说吧 刚刚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计算了8加4 8加5和8加6的得数 看到这三个算式 听 小红有个发现 我发现这三到八加级的体重 得数的个位都比第二个数小二 同学们 你听明白了吗 看 得数的个位都比第二个数小二 是都这样吗 我们来验证一下吧 请你写几道像刚刚这样的 八加级等于十几的算式 算一算 看看有什么发现 好了吗 我们来听听 我来算一算 8加3 把3分成2和1 8加2等于10 10加1等于11 得数的个位1 比3小2 我来算一算 8加7 把7分成2和5 8加2等于10 10加5等于15 得数的个位5比7小2 我计算了8加8 8加8等于16 也符合小红的发现 同学们真会观察 其实8加9也是这样的 看来8加几的算式 得数的个位确实比第二个数小二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2哪儿去了 我们听听 因为第一个数是8 第二个数就要分出一个2和8去凑十 所以8加几的这些算式 得数的个位比第二个数都小二 同学们真会思考 其实这和我们学过的9加几的规律是一样的 只是8凑十需要2 所以8加几的算式 得数的个位比第二个数都小二 刚刚我们借助9加几的计算方法 自己学会了8加几的计算 你们真了不起 现在你能用已经掌握的知识 解决7加几和6加几的问题吗 请看屏幕 请你先在图中圈一圈 再算一算 把计算过程在纸上写一写 开始吧 算好了吗 我们看看同学们的作品 我是这样算7加5的 把5分成3和2 7加3等于10 10加2等于12 所以7加5等于12 这是我的算法 7加5 把7分成2和5 5加5等于10 10加2等于12 所以7加5等于12 我还有不同的想法 7加5 先看乘10加5 10加5等于15 再减去多看的3 15 5加3等于12 所以7加5等于12 我们再看6加5 我们再看看6加5 10加5等于11 一样发现 一个把我分成四和一呢? 你会回答吗?我们听听。 因为七凑时需要三, 所以把五分成三和二, 而六凑时需要四, 所以把五分成四和一。 你的想法和它的一样吗? 同学们,如果没有原片, 你会计算七加六的得数吗? 想象凑十的过程。 对了,七加六等于十三。 七加四呢? 是的,七加四等于十一。 七加七呢? 没错,等于十四。 看到七加几的这组题, 同学们猜一猜, 七加几的得数会有什么特点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看看。 七加几的得数。 七加几的算是, 得数的个位比第二个数小三, 因为第一个数是七, 第二个数就要分出一个三和七去凑十, 所以得数的个位比第二个数小三。 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 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 不光能找到这么多数学信息, 还能提出问题并且正确的列式计算。 看,今天我们学习了数学书九十一页八七六加几, 你学会了吗? 怎么计算八七六加几呢? 经过今天的学习, 你一定很快就能想到, 可以用我们学过的凑十法。 但是注意, 用凑十法计算八七六加几十, 要根据数的特点, 想它凑十需要几, 就把另一个数分成几何几。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法去计算。 相信这节课你还有不同的收获, 课后把你的收获说给家人听听吧。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